木漿 嘴 那麼好 深情似乎都不錯 不是呀 最近市場上落 都搞得我輾轉反則百多場 近來內地調出大規模刺激經濟措施 那麼中港股市是否 又再爬得起 便會有轉機呢 中國最近推出金融政策的hem搜集權 今次的數據都有所反彈 但對市場的刺激好像很短暫 是政策力度不足 還是擔心美國貿易政策呢? 內地推出經濟政策 姿態變得明面進取 政策的公佈非常有協調性 延續性及針對性 早前同時減息降準 又增加金融機構的流動性 接著又推出針對舒緩房地產及地方債務的措施 不過市場都擔心美國特朗普勝選 對中國的出口會有影響 所以都有很高期望可以有更多財政政策推出 我們短期仍然保持觀望 美國總統大選已經塵埃落定了 共和黨及特朗普勝選 那麼對美國的股市 經濟前景及減息進程又有甚麼影響呢? 美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穩健 公司營利保持強勁 聯儲局亦已開始減息 市場暫時不需要擔心衰退的風險 不過共和黨上場 市場普遍認為會有機會增加關稅及減企業稅 這些政策亦有機會影響通脹走勢 和聯儲局在2025年的減息進席 我們的密切留意了 嘩 這首歌好聽 這首歌就適合了 情和暴雨難遇見 簡Sir 歐洲的市況天氣如何變呢? 歐元區方面 整體經濟氣氛都比較陰沉 調查數據顯示前景轉弱 特別是德國 法國在夏季奧運會後 亦出現較大的回落 公司投資活動 毛利多出現跌勢 同時家庭儲蓄率上升 都反映民眾對市場信心不足 特朗普上場對於貿易的影響 都是未知之數 當局需要加快放寬政策 去刺激經濟 日本市場最近上落都很大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日本的工資和通脹的良性循環 逐漸形成 刺激消費需求 大逆為日本央行提供更大加息空間 執政自民黨最近在選舉失利 成為少數執政黨 增加政策的不確定性 都令股市和日圓變得波動 展望傾向保守 亞洲又怎樣呢? 以往一旦美國開始減息週期 很多亞洲地區都會跟隨 最近美國開始減息 除了印尼之外 其他大部分亞洲央行都按兵不動 不過很多央行已經預告了減息行動 受惠寬的貨幣政策 和中國經濟回穩 都會有利亞洲市場 提提你 積金二平台已經投入運作 所有強積金計劃都會陸續加入平台 負達強積金成員 暫時無需急於在積金二平台上註冊 我們將會適時為你提供有關 負達強積金計劃及賬戶 轉移到新平台的最新資訊和安排 現在就下載我們 負達Smart Retire App 了解最新投資資訊和基金選擇吧 有簡Sir NPF就一齊重甲吧 NPF就 Kelsey